DFC挑戰評審幕後課集 在DFC挑戰評審中 課程組的夥伴非常重視的三件事情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是 我想要跟大家說 我們的評審真的非常非常用心的在看大家的故事 然後每一個故事 其實我們都從裡面會想要找到孩子的亮點 並且給孩子就是最真實的回饋 就是不管他在過程當中可能成功也好 失敗也好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回饋可以幫助到孩子 然後在他們的學習歷程當中 他會覺得有那麼一段話或是一句話 是來自於DFC的課程組的這些 大姐姐曼給予的回饋 會讓他們很窩心 然後也是一個動力 所以就是想要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真的都很認真的看大家的故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 其實啊 就是在DFC挑戰的歷程當中啊 我們更重視過程 而非那個結果 很多老師都會覺得說 欸怎麼辦 我的孩子挑戰沒有完成 或是我們的挑戰最後行動好像失敗了 那該怎麼辦 但其實在整個評程當中啊 我們更看重是孩子整個歷程裡面他的學習 例如說孩子怎麼樣發現問題 有時候孩子發現問題的時候 其實就讓我們非常的感動 他已經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 就請你大大方方讓我們知道你們的故事是最後一點了 因為每一個故事呢 我們都會希望無關乎成功或失敗 但是一定只要有故事的完整性 這個所謂的完整性就是 至少都完了DFC的四個步驟 因為有些故事我們收買的時候就會發現 好可惜 只有其實做到想像而已 時間的部分孩子也只是說 我們想要怎麼做 但其實沒有 那就會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既然你都想出來了 為什麼不齊而行呢 所以其實我們評審也非常重視 就整個故事的完整度 但再次強調這個完整度 並不是成功的行動 而是整個歷程裡面 無關乎你成功 或者是失敗 再一次努力 都歡迎跟我們分享 有沒有特別想跟大家分享 你們最喜歡或是最印象深刻的 DFC挑戰故事呢 有一組幼兒園 他們就是去玩彈珠 後來之後老師就帶他們做 就是研究說 為什麼他們覺得彈珠很好玩 後來自己去用一些紙盒 還有寶特製品會收的素材 然後去做他們自己的彈珠味道 我最喜歡的故事是 Enjoy and welcome 這些超級英雄們 感受到這些外國人來台灣 可能因為語言的不熟啊 所以他們在台灣會碰到很多的問題 所以啊 他們就做出了 怎麼樣讓外國人 會搭公車的一個影片 然後解決他們的問題 我覺得不要小看他們這些小小的idea 因為他們提供了一個 一個很友善的一個觀光的環境 其實搞不好長大後 他們都會是未來的觀光局長喔 所以喜歡有一群孩子 然後他們面對到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 六十幾年的校舍要搬遷了 然後其實孩子非常的捨不得 然後就 他們的故事呈現出 他們如何去記載校舍的歷史 然後去訪談了非常多人 包含里長啊 校長啊 還有畢業校等等 然後去補足了很多 就是這棟樓 他們滿滿的回憶 然後最後這群孩子 還發動了一個活動 讓他們全校的小朋友 包含一到六年級 還有幼稚園的孩子 然後都來就是畫下 他們印象中的 這棟教學大樓 然後辦了一個畫展 然後非常的感人 我印象深刻的故事 就是包材剪兩千包材 就發現我家裡網購的時候 包材超多 然後有一堆垃圾的 然後他們的過程 其實很曲折離奇 就很高興地創了一個 就是V色童被賣家賣家 發現一堆包材都沒有人要 所以要買去 有時候去蝦皮 每個機板都是信給賣家 就是請他們來 就是欸你們要不要包材 然後我覺得他們 就是這客服錯的 跟人體肺長不掉 他們還想要結合 就是LINE的機器 對他們還要用LINE機器的 去梅合 買家賣家 我們常常會就是 稱要踩踩踩踩踩 的孩子為超級英雄 所以我在一群孩子 身上真的看到 有超級英雄的印子 那一群孩子呢 他們學校廊上的排水 都都擠滿了 淤泥還有灰塵 所以就導致他們排水工 是沒有辦法在下午天的時候 有流通的那個功能 雖然他們的走廊都會積水 但是他們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試過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用鐵網 或者是用鐵絲 過程中不斷的 有失敗修正的那個精神 所以他們在改年裡面 也有說他們其實是覺得 失敗這件事 對他們說的都不是問題 他們真的覺得 我自己做得到 然後真的可以 改變這個世界 對我做得到 做得到 沒錯 所以是我覺得很棒 很有I can 精神的一組孩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 南門市場開始了 就是那個區域最古老百年的菜市場 然後這菜市場 因為各種地緣的關係 或者是各種人潮的關係 所以落寞了 老師就帶著這群孩子們 重新奏回這個市場 攤販規劃 到最後真的有重新的攤販加入 在吸引人潮之外 他們還辦了另一個超猛的展覽 讓這個菜市場的 那個整個收音 譬如說剁豬肉啊 洗菜啊什麼 把它錄製成一個影片 跟一段音樂 然後放在YouTube上面 然後另外是 他們把那個原本要放菜 放肉的那個瓷磚 最後都掛上那個展覽的照片 所以就是這一些菜 就是不是用吃的 也不可以用摩托心用看的 所以就用了看的跟聽覺 去喚起這個 整個古老菜市場的一個藝術文化 今年有發生特別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就是我們今年聽說了很多學校 他們都會自己自辦 DFC的證書的頒獎點 或是自辦那個成果發表大會 然後我們覺得很感動 因為就是代表 有很多人跟我們一起 會來創造舞台 但我們收到131件的挑戰故事中 我們發現有來自各個領域的輔導員 比如說我只是學校的 還有很多像是被營利組織 然後甚至家長還有自學團體 還有生態的協會 或者是社工 其實都有人在 引導孩子們做DFC挑戰 就是我們寄送徽章證書那一天 然後剛好在下 下暴雨嗎 對 然後我和夥伴拉著推車 要好好的保護他們 不要讓他們被雨淋滋 然後到郵局去遞見 然後那時候郵局人山人海 所以我們處理了很久 因為每一個包裹 就是裡面包含了 徽章和證書的重量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人工一件一件評論 希望能夠讓徽章和證書 正確地交到我們的手上 在挑戰評審期間 最想和哪一組的組員交換工作 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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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我陪公視組的夥伴 陪孩子一起彩排 他們要去分享自己廣播的那個 用視訊然後跟他們一起練習 看到孩子的就是練習很可愛 然後有一些小孩就是在彩排的時候 就是會表現很慌張啊 或者是就是很有自信啊 然後就閃閃發光的說著他們的故事 跟他們的過程都發生的事情 然後也可以就是補足一些 我們在評審的時候 可能沒有可能有一點需要腦部 文字沒辦法完整呈現 那個行動的樣子 沒有 沒有你不想 大家看起來都很累 好像這樣 要採取一個 自己做的事情其實還蠻好玩的 別人看起來都好累 就是不敢換 可能換了可能更累 就是可能是課程組吧 因為我想要看看評審怎麼去 去審核這些故事的內容 DFC的每一組跟每一個人 都有他自己很專業的地方 那像主球行政主 雖然工作就很像一個小小的螺絲 然後可能也看不見 可是我覺得 不能沒有我們 所以我想我應該不會壞 這題是特別題 想到明年挑戰 你們最期待的是什麼 我最期待明年的挑戰 可以沒有疫情的影響 讓我們可以把 最希望達到的這個分享季啊 然後我們整個挑戰的這整個流程 可以順順地跑完 然後沒有這種很突然很重大的變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幫助 在疫情還願意帶孩子一起來做電話 真的 從去年開始就已經有幼兒園的加入了 但今天又有更多幼兒園的加入 所以就是期待在未來 能夠看到更多更廣的年齡層 一起用DFC來改變事情 跟解決問題 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學習帶已經改版了 所以希望之後大家可以用個學習帶 然後看到更多孩子們的故事 系統要趕快做好 系統如果做得好 我們很多資料就不需要人工去做 我希望能夠看到重塑的故事 大家的故事能夠多元一點 DFC表戰下次見 威將軍 蜘蛛王 表演你喲 有抱失敗享受過程 DFC課場組 愛你喲